大家晚上好 阿明日记讲述阿明在美国每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今天一天还是很充实 早上起来就和我这里的一个搭档 因为我们年龄也相近 所以感兴趣的话题也很多 我们一起去我那个地上 最终在我最初选择的那11块适合建房子的地址上 挑一块就是我们即将动工的那一块 虽然说这些都可以建 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开工 然后我们还很自信心满满的说 这是这个山姆第一期 以后是山姆第二期第三期 我们选了一块地方 这个地方的地足够大也足够平 适合建 从这里开始建房子 而且有现成的路 之前他们施政在修电线杆的时候 之前开过一条路 那个路还有痕迹在这里 虽然说长了草 但是弄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路就可以恢复使用 就沿着这条路再往南走一点 那有一大片 我觉得那里应该有大概两三百平 甚至两三百平至少是两三百平的一个空地 是足够可以建一个房子的 然后在这空地往下走 还有一块很幽静的处于一个小山谷的一块地方 那里也可以建一个 我现在还没想好建什么 建房子有关的所有工具以及所有的原材料 那是一个超大型的 连锁的这个市场 我记得我之前在The Home Depot看到 有卖小屋的 小木屋 那个木屋大概比 就像一个车库那么大一个木屋 大概有 小的话就只有几十个平方 大的话 也就是几十个平方 就小从十个平方左右 一直到五六十个平方 不等的这种木屋 我们当时想是用集装箱呢 还是自己打建地基 用水泥打地基 然后再用木材 木方来建房子呢 还是怎么样 还是用Mobile Home 还是怎么样 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于是想一个使用年限最长 然后最容易施工 各方面我们在综合权衡以后 我突然发现Mobile Home有那样的房 不是Mobile Home Home Depot有那个房子 我们就去看了一遍 看了一下 意外的发现 那个房子的最大尺寸 有18尺乘以36尺 18尺乘以36尺的两层楼 就相当于大概 18尺乘以36尺 再乘以2 相当于100平米的上下两层楼 加起来100平米的房子 对于我而言 至少对于我和我老婆而言 两个人没有小孩 完全足够了 已经 那厨房都可以做得很大 厨房也很大 房间也很大 大厅也很大 都是大 对我们两个人而言 是完全 1000平米 100平米的房子 对我们两夫妻而言 纯属奢侈 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突然发现 像那样的房子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 它只是外面全部做好了 外漆也给你喷好了 门窗装好了 瓦什么都装好了 里面是空的 里面你还要 里面再重新内装修 它只是外面做好了 一个房子的样子在那里 给你拖到这个地址上 帮你建起来 这个价格包含运费 就只有2万多块钱 好像 2万多 3万块钱不到 就一个那样的房子 拖到含运费 含给你叫in store 把你房子建起来的一个费用 里面的装修不包含 这正好合我意 因为我会的就是 所有的内装修 外面我反而不会 所以我想像这样子的 也省了我的时间 我不如就买个这样的房子 买个这样的房子放上去 然后我再把内装修全部完工 那么这栋房子就建起来了 我估算了一下 内装修加所有的家具 加所有东西一起地板 漆一起 我估计1万块钱左右 我猜保守估计应该是完全足够的 所以那就是这个房子 从内装修到 买房子到全部做好 应该是 4万块钱 搞定 所以想到这一点 我就比较兴奋 然后呢 因为那块地不够大 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的占地面积 也才 五六十平吧 左右吧 因为它是上下两平 加起来是100平吧 所以呢 那还有 200左右的一个空地 可以让我设计 想做游泳池也好 或者是种果树也好 或者种菜地也好 各方面也好 草地也好 都可以 今天就沉浸在这样的幸福当中 因为皮卡车过几天就到了 到了以后呢 我就会选址 我就会在我选好的地址上 明天 下次过去的时候 我就带工具来 把树全部锯掉 厂子 小推车 把土弄平来 弄平来以后 稍微把地桩给它打好 房子就买来 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 我就内装修 一步一步的去做 我觉得很有趣 我这个朋友也觉得很有趣 然后呢 我现在 我希望他也能买一个房子 你可以像暂时不买这么大的 你可以买个小的 也可以买一个 放上去就可以了 咱们就可以做邻居了 所以如果有人觉得 这样子 可以一起玩的话 也可以在我 我今天还跟一个朋友讲 跟我这里的一个同事讲 跟我年龄差不多 我说你们就不要买地了 我这块地给你们用啊 你们可以像我这样的买个房子 放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你们想要读书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那里是农村 我不知道那里 附近的教育好不好 这个我是不懂的 如果你们觉得这种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很有趣 你们也可以买个房子 放上去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土地 如果你认为 阿民你那样不保险 土地是你的 下次你 你说这土地不给我租了 或者不给我住了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签个合同 是不是 我给UV白者孩子写清楚 租金一年一块钱 租个20年 30年40年 好像我听说在美国 租赁期限没有时间限制 不像在中国也20年 我听说是可以租20年30年40年50年 我听说是这样子可以的 把白者孩子1000 好了 这块地在什么地方 大小给你了 好了 我就不能拿走了 不然就被告我了 我可以约定为约金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今天想要在 今天一直在忙这个事情 一直忙到晚上 晚上啊 我还在设计这个 房子的一个平面图 厨房啊多大呀 屋子在哪里啊 我要考虑到不要让太阳晒着啊 然后还要考虑到各方面 还有这个隔热啊 各方面都要考虑到啊 还考虑到有一定的私密性啊 或者花园怎么设计啊 然后停车场 几个停车位啊 该怎么做啊 因为我那个地方 我要预备有朋友来啊 我要有足够的停车位给他们停 其实我那个地方足够大 来多少车都没事 我坏坏地方来停车 然后各方面都在设计中 沉浸在一种设计的一种喜悦里面 好了 这是今天的一天啊 然后下午去一趟教会 嗯 我们现在据说 那个传教士说 我们下桌就可以洗礼了 洗礼以后我们就获得一个 就是这个 摩尔门教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 类似于ID号码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今天知道 除了有中文小组以外啊 还有英文小组 就纯白人的小组啊 那个人更多啊 全讲英文 我觉得我以后要参加这样的小组 才行啊 这样子才能认识到 这个本地的人啊 中文小组认识的人 认识就那么些人啊 每天每次星期 每个星期天我去 就那么些人啊 不多 所以下次我想去参加这个英文小组 一来真的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啊 第二来真的可以锻炼英语 好了 拜拜